今天长得挺壮 忙着呢 咕咕咕 爹 娘 哥哥嫂子 女儿回来了 妹子回来了 爹 娘 爷闺女 你怎么回来了 我想你们了 大王呢 爹 娘 我和大王和离了 什么 这 和离 和离 燕丞相 臣在 娘娘这次跟寡人和离 难道真的铁了心了吗 那是铁的不能再铁了 都成钢了 那就算寡人 把你所说的那个燕国质子救回来 那娘娘 万一还不回来呢 哎呀 那就得看大王的命了 如果娘娘真的不回来 就说明娘娘对大王的积怨确实太深 还须大王自我反省 寡人就应该陪着娘娘去打仗 一直待在娘娘身边 那你说夫妻二人两地分居这么长时间 能没积怨吗 那怨天怨地 还是怨本王 大王也不必太自责 阎国质子的事 大王还须早做打算 我还打算什么呀 你都说了不一定能回来 那我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治标不治本啊 娘娘一直说让本王历练历练 说本王若不禁风像个小女子一般 娘娘是不是瞧不上本王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练一练 去去本王这一身娇气 我家大王一身正气 气冲斗牛 气冲肖汉 气雨轩昂 气吞山河呀 行了 说得气急败坏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本王不像小女子 不不不 一点都不像 也是 是个男人跟我家娘娘比起来 那都不像男人 本王决定了 亲自去找娘娘 大王若真有此意 不如去西宫娘娘那里看看 有何办法